美國財政部長魯陰、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及中國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 星期五舉行電話會議,討論了美中首階段貿易協議的執行情況 美國財政部以及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表聯合聲明說 雙方認為在落實協議方面進展良好 雙方表示雖然當前發生了全球衛生緊急情況,但兩國都充滿期待能及時履行協議規定的義務 聲明中表示雙方認為在建立該國協議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政府支持平台方面正在取得良好的進展 中學商務部則表示雙方表示應加強宏觀經濟業界公共衛生合作 努力為中美第一階段的經貿協議落實創造有利的氛圍及貼件,推動取得積極的成效 雙方同意保持溝通協調 這個階段性協議在今年1月15日簽署,在2月14日生效 該國協議規定,中國同意在今年後兩年增加購買美國商品2,000億美元 協議簽署後第一年增加770億美元,第二年增加1,230億美元 最近美中兩國在病毒源頭問題上的爭論越來越激烈,導致雙邊關係高度緊張 這個星期較早,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說 如果中國不遵守協議規定,不執行在2017年進口水平上增加進口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他將會廢棄這個協議 特朗普在上星期日對福克斯新聞說如果他們不買,美國就將會終止協議。 推進去 衝判 縮